鏡頭要轉回到國內待您了 一看到最近有民眾呢 PO出這樣的影片 這後遍地點是在南投埔里 地理中心被信義路附近 只見一名老翁騎著牛在路上來行走 前方還有小黃狗在奔跑 這民眾覺得畫面很有趣 讓他回憶起童年回憶 但是警方說呢 你騎成牛馬或是放任動物 在路上奔跑行走 已經違法了 現代老子騎著體型壯碩的大黃牛 出現在南投埔里的街頭 前方還有一隻小黃狗 領頭帶路 民眾看到覺得新騎 紛紛拿起手機拍照 兩隻牛腳又大又挺 背上的騎士拉著牽繩 嘴上掛著一抹微笑 看起來很是得意 當地民眾PO上社團分享 有人勾起小時候騎牛的回憶 也有人說開大牛不稀騎 騎上大牛才有趣 我跟我女兒講說 我從那邊要過紅利洞 我說有一隻馬 有人騎馬 我女兒說那不是馬 那是牛 下意識就是那個都是騎馬 不是騎牛 竟然有一個人騎著牛 他很悠閒的這樣子下來 我比較好奇的是騎馬有馬鞍 阿伯騎這批牛是完全沒有牛鞍 所以我不知道它怎麼上去的 悠閒在甘蔗田裡吃草 趴著休息的五隻大黃牛 其中裡頭的一隻 跟著主人上街溜搭 這群牛除了耕田以外 更是寶貝寵物 那你騎這個牛要送嗎 寵物啊 寵物 沒有牛鞍怎麼騎上牛背 老翁親自示範 牛隻乖巧溫順 老翁在牛背上 或躺或站都沒問題 再看一次老翁騎大黃牛 當坐騎上街的樣子 新奇又有趣 不過警方開罰事小 如果被部長演的車子撞上 可就後悔莫及 記者魏少宇 賴文良 視頻華南投報導 視頻華南投報導